欢迎回到体观点 我们一直看的都是月球的一面 那么它的背面 又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非常受到欢迎的系列电影 变形金刚三 就把这个外星人的月球背面 形容说是一个庇护所 谋划要把地球一举给推平了 那就是因为 人类始终没有办法一窥全貌 所以对于月球背面 总是有无限的想象 比如说有人说 后面有金字塔 有的说有巨型建筑 有的说 怎么会有二战的战斗机呢 我想馆长听到这些 又要雅然失效了 这个要雅然失效了 馆长是不是可以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永远只看到了 月球的这一面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现象叫做潮汐锁定 潮汐就是我们在海边 你看到的惊涛拍案的那个潮汐 锁定的就是lock 你把它锁住了 地球跟月球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 通过了潮汐力的互相影响 地球把月球调整为自转周期 跟公转周期是一样的 也就是月亮自己本身要转一圈非常慢 刚好就是28 29天了 它公转一圈绕地球 也是一模一样 exactly一样的时间 结果就是月球永远用这一面 一直用同一面面对地球 它是一边绕着地球公转 一边缓慢自转 以至于它调整 一直用同一面面对地球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得到 无论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像 是满月是新月是上旋是下旋 那只兔子永远在那个地方 对 你永远看到那个兔子 那就是月球我们叫正面 但是问题是什么 月球的背面才是学天文的人 梦寐以求的观星地点 第一个月球是没有大气的 不会影响到你观星 第二个你在月球的背面 永远看不到地球 所以地球上的光害 跟无线电波的辐射 是污染不了月球背面的观测环境的 所以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在那个地方 你很难跟地球联络 因为你看不到 所以过去到现在 在嫦娥4号之前的20艘登陆艇 这20艘全部在月球的正面 一直到今年年初 才有嫦娥4号落在月球的背面 当然我想大家只要稍微知道一点 月球这样子的问题 你就知道落到背面 你要怎么跟地球保持联络 那其实也可以解决 中国大陆在它上去之前 就先发射了一个卫星 中级的通讯卫星 摆在地球月球的连线上面 刚好就在月球背面的正上方 也就是背面上有任何得到的观测结果 你可以传给那个中级卫星 传到那边 那个卫星再把讯号送回到地球来 它搭的是个桥 所以大陆上把那个卫星的名字取名 叫做雀桥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雀桥是谁的故事 牛郎之女 那你月球上是谁 嫦娥 嫦娥 这有三角链 所以很搞笑 但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是展示了它的科技能力 好 馆长 这个就是嫦娥四号的照片 好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段 其实就是中国大陆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 他叫做欧阳自远先生 他有一段谈话 他谈到了就是说 后来中国大陆借油长和色号 到底得到了哪些影像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 欧阳先生怎么说 我们可以亲眼目睹 当时它飞临月球的表面 你看每一个小坑 它都能看得见 我们的目的要看前面有一个大坑 它的直径九公里 好了 我现在可以看到它 对面的那个壁 那个壁很陡 大概三公里深 这是现在它的底了 这底上掉了很多粉尘 你看那个底上 又挨了很多小天体的撞击 又有很多小的坑 不过我们还是想看那个壁 因为它的结构太复杂了 我们要研究它 像这么大小的坑 几公里大小的 月亮上有三万三千多个 好 我们马上来请教一下馆长 月球的正面跟反面 到底这个地质啦 结构是不是有一些根本上的不同 OK 好 刚刚听到的时候 欧阳自远院士的声音 是 那这位老先生的科学家 他是被人尊称为嫦娥之父的 是 因为他主要是嫦娥计划一系列的卫星的计划主持人 前两年有一回他到台大到台湾来 也到台大来访问 讲这个大陆发展探阅的一系列过程 是 见面了以后好高兴 因为传奇性的人物啊 对 说您就是嫦娥之父啊 那您就是后裔的岳父了 他开了个玩笑 是 但是你可以看到嫦娥四号降落在 我想跟开文讲一声 因为我们过去在NASA工作过 是 三不五时还会回到NASA工作 是 当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人 探阅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 他们讲话就带着很大的酸意 说 他们说什么 他说 40年前我们都做完了 但问题是他们还真的有些事情 40年前没做的 那现在大陆做的 就是降落在月球背面 我想大家刚刚开文问到这个问题 正面跟背面的地形相差是蛮多的 月球本身里面的质量分布也不均匀 原因就是因为月球它不是一个 单独的单摆幅哥的 独立在空中自己发展出来的 因为重力凝结在一起的均匀天体 它当年是被撞出来的 所以整个物质在形成的过程中 有很多外形力的作用 它就不是一个均匀的状态 面对地球的这一边 我们看得出来有好多深色的月海 那月球的另外一边的背面 它上面反而没有那些月海 高低不平 很多是高地 齐居不平的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科学家讲 梦寐以求的去月球背面探索 那大陆在今年 让嫦娥一个人孤身 一个中国古代美女孤身 一人到月球背面去探险 还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这也就是科学发展的过程 看来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是 另外还有NASA 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也很值得我们来关注 它说要注意 这个月亮可能会越来越小 因为它瘦身成功 而且说是因为冷却的关系 所以变小了 比起过去来说 大概已经瘦了有50公尺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报导 好 等一下再来马上请教一下馆长 好 请看 月球表面不仅坑坑坑坑 还有许多皱纹 除了大大小小的圆形坑洞 最新的研究认为 出现这些裂痕 是因为月球正在缩水 还引发多次月震 研究指出月球在45亿年前形成后 热量就开始慢慢流失 冷却变小 宛如新鲜葡萄萎缩成葡萄干 到现在已经比过去瘦了约50公尺 而月球外壳脆弱易碎 内部收缩时导致外壳破碎 形成逆断层 移动引发浅层月震 我们来请教一下馆长 为什么他的体积会越来越小 因为天体本身就不断地热量 从里面到外面 然后流失到太空里面去 太空接近绝对零度 那天体本身当初形成的时候 你内部还是有些热源的 而且随着时间 这些热源会逐渐回到表面 从表面的散失到太空里面去 所以每个天体冷却 都是这样在进行的过程 那这对地球会有一些影响吗 没有影响 地球本身是有大气层 包裹在这个地方 大气层所产生的温室效应 让我们的地球维持一个恒温 但是你要说缩小到没有 地球本身的热量也还好 但月球它表面没有任何阻挡 所以它的热量可以迅速散步 因为它又小 它越小它散步热量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月球内部接近完全冷却了 它在收缩的过程 冷却就收缩 收缩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偶尔的月震 月震 竟然在前不久几个月以前 科学家侦测到月球上面出现了 表面出现了瑞士地震 以五级的地震 五级还不小 台湾人一听到说 我们要去回去 感觉到很亲切熟悉 原来月球跟我们也有同样的困扰 这样子 但是月球收缩是一个 很正常的程序 而且听说不止变小 还离我们变远了 是吗 科学家发现说是每年三厘米的速度逃离地球 真的是如此吗 三厘米很多观众朋友就说 那就很少 但是这好像也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是吗 这个意义非常非常深厚 我们刚刚讲说月球变小 大家要知道一个比例 如果它是搜缩了50公尺 那你要知道月球本来有多大 3476公里 3400公里的东西 你搜缩个50公尺 这is nothing 但是离开我们而去 你说每一年三公分 也不过就像小指头的一个距离 这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 那科学家也知道 十一年以前 月球离现在地球很近 今天是38万5000公里 十一年以前 距离我们只有 一万八千公里 近了22倍 各位 近了22倍 月亮在天上就大了22倍 所以你可以想象 十一年以前 如果有人过中秋节赏月的话 那是多爽的一种感觉 22倍大的月亮 好大一个 而且问题还不止如此 科普勒定律告诉我们 离得越近 转得越快 就是卫星离地球 越近转得越快 今天绕一圈是一个月 十一年以前那么近的时候 绕一圈只要六个小时 月亮简直在天上飞奔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十一年以前 如果有人在过中秋节 烤肉的时候 那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压迫感很大 不是啊 因为你刚摆上一块肉 正准备要烤 就看一个22倍大的月亮 在东方地平线上 不是冉冉升起的 是高速射出来的 是 瞬间化过夜空就下去了 一块肉还没有烤熟 中秋节就结束了 动作要很快 但在过去的十一年里面 地球跟月球 again又是通过的潮汐力 地球逐渐把月球 越推越远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 是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一直想跟我们的 生命科学的研究者 提供一件事情 月球的潮汐 对地球引起的潮汐 对生物的影响是很大的 无论你看肯定的 珊瑚产卵 看肯定的路线产卵 地球上万千生物 都受到月球不同的影响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科学议题 是 好 看到这里是不是也召唤了 大家的这个太空梦了 真的非常的精彩 那么稍后我们就要告诉你 如果您想要上太空的话 这个十一柱形 要怎么解决呢 马上回来 在这间实际上 我们就要转发 所以我们在这间实际上 关系的